到底该怪谁呢 就是纽约尼克队吞下了六连败 有人怀疑是不是因为林莱峰的威力减弱了呢 但是CNN的主播认为这不能怪林舒豪哦 毕竟呢他两大球星缺席的时候 带领球队七连胜 而拿出数据来看看林舒豪表现呢 跟这个甜瓜安东尼没有上场似乎有关系 尼克队苦吞六连败 美国媒体落井下石 说林莱峰似乎紧束了 但CNN体育主播替好小子换甲 另一位主播拿出数据分析 在甜瓜安东尼缺席的期间 尼克队靠着林舒豪取得六胜一败的好成绩 甜瓜归队后却是两胜八百 用数据来看 林舒豪的表现 斯华安甜瓜在场上有关联 尼克想要直败 或许还是得试得磨合出良好的化学效益 中天新闻林芳颖综合报道